嗨大家好,我是胖哥哥 今天我们来煮比较偏外省口味的炒泡面 超级好吃的 蔬菜就是用松江菜 首先我们在松江菜的底部 用刀子从中间切下去 然后再用手去撕开 这样可以比较好的保持叶子的形状 接着把底下的梗切掉 然后再把松江菜切成一段一段的 你不用太在乎要斜切或者是混刀切 只要适合你吃的大小就可以 像这种大颗一点的 可以在底下切十字刀 松江菜的味道还蛮特别的 有点像凤尾菜 搭配松江菜 可以让你的这道炒泡面味道变得很丰富 会让你吃下去的时候 嘴巴里的味道很有层次感 再来洋葱 我们用四分之一颗就好了 如果你的洋葱比较小颗 可以用到半颗 切大概一公分的厚度 不过洋葱不要放太多 它会改变你这道料理的味道和口感 番茄就像这样 在地头的旁边斜刀切下去 这样可以使地头只留在一边 然后在地头的两边向内斜刀切掉就可以了 番茄一样切一公分的厚度 如果你很喜欢吃炒番茄 也可以切成一块一块的 还有一个就是培根 这是我自己喜欢的搭配 你如果不喜欢可以不要放 培根的味道呢会比较不同 可以给你的炒泡面叠加一种味道 你可以选择放一些咸猪肉啊或者什么的来代替 或者你完全都不要放也没关系 你也可以去放虾子啊什么的 把它变成海鲜炒泡面 最后切一点干辣椒来增加香气 可以选这种很香但是微辣的辣椒 如果不爱吃辣可以不用放 再来打两颗鸡蛋把它打散 不用打得很散保留一点蛋白 这样的蛋炒出来的味道比较丰富 也可以吃辣蛋白和蛋黄两种味道 我今天煮两人份用三包泡面 就是用这种一般的泡面 你可以选择任何牌子的任何口味的泡面 只要是你自己喜欢吃的 炒出来都无敌好吃 甚至你用辛拉面呢或者是火鸡面 也是一样的霹雳无敌好吃 我们下来开火煮水准备煮泡面 我今天就是用维利的鸡汁面 头感和王子面科学面很像 只不过他有说附一个粉包 我们就用这个粉包下去炒 因为它会咸 等一下你就不用再放盐巴了 如果你用那种有酱包的 像是统一肉燥面 一样把那个酱包放下去炒 也是非常好吃 水滚之后我们就把面放进来煮 放在锅子里煮的时候 泡面的上面刚开始会比较没有碰到水 所以我们煮一下之后要翻盈 这样可以让泡面比较快的煮好 而且它的软硬度也会比较均匀 煮的时候我们用筷子这样去剥它 泡面会先开始变软 可以让你用筷子夹住 再来会变得可以剥开了 剥开后再煮差不多3-5秒 泡面就可以捞出来了 锅子热了之后倒一些油进来 稍微多一点油没关系 等一下再用这个油来炒泡面 有看到油温的时候就把鸡蛋倒进来 慢慢的炒 鸡蛋就这样慢慢的去炒它 先让鸡蛋都炒发起来 然后再把鸡蛋炒开 现在这个油都是鸡蛋香香的味道 等一下用这个油再来炒配料和炒泡面 可以让鸡蛋的味道都扒在上面 OK我们炒好之后先盛出来 锅中放一点油 放入洋葱干辣椒培根 这三种配料一定要炒香之后再放其他的 可以再淋一点油逼出来香气 培根炒到有一点点微微卷边就好了 现在把番茄放进来 番茄进来之后不要急着去翻炒 现在锅子里面稍微煎一下 逼出番茄的香气 把刚刚的鸡蛋倒进来 把刚刚的鸡蛋倒进来 现在再放松姜菜 我们先用泡面的粉包调味 三包泡面用两包粉就好了 嗯 再沉甩 來一點蠔油 你可以再放一点酱油糕增加它的甘甜 再来放一些酱油 从锅边淋下去 炒香后转小火放刚刚煮好的泡面 泡面我们用拌的先把它拌开 拌均匀之后最后再开大火把它炒香炒干就可以了 超级无敌好吃的炒泡面就好了 现在大家应该家里有很多泡面吧 不同的搭配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赶快来试看看 每一种你都会很喜欢 这个炒泡面干香干香的 不会在那边湿湿的一坨 而且泡面还超Q的 吃在嘴巴里都很弹 我要开始吃了 拜拜 拜拜 哇 真的太好吃了 你有煮的话 记得take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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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